沒有人在之前想得到 這個豆干裡頭 竟然還有致癌的二甲肌黃 而且我們要告訴你 其實不只豆干 現在油豆腐也中標了 台中大油東福工廠 就把有問題的千辛乳化劑 製成了油豆腐再賣給散客 這也是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首次出現非豆干製品的豆製品 另外北市衛生局追查 發現有一家業者 已經把問題產品 銷往加拿大了 目前正在核對海關的資料當中 那麼食藥署現在要亡羊補了 要把二甲肌黃 列入常規的檢驗項目 不過有人就說了 早就應該要列入常規檢驗項目了 否則問題豆干怎麼會由 香港檢驗單位先發現 還要來幫台灣人把關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外去了